金鳳雅會 我們來金鳳雅長官 來接近年齡到我們的現場 各位 我們在參加到 黃天宮 金鳳雅 還是收到 皇帝來結婚 收到我們請到皇帝來加婚 來自台中的中軌文貴鎮 這個表演結合了四十 謝謝 來自我們台北的團隊 中軌文貴鎮 回修環境 首先進入到我們會場的 有我們的燈籠軌 燈籠軌扮演的 是這個照路 探路的功能 為我們的中軌爺呢 以前沒有露燈 只能靠一盞油燈 所以我們的燈籠軌 又負責前導這個方向的指引 跟探路的表現 有的燈籠軌 共於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的燈籠軌 也有燈籠軌 這個燈啊 就是燈啊 就是燈籠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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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的中軌無軌症 第一道帶來的祝福 就是燈籠軌 好 各位今天看到的 有燈籠軌 第二道 進場的呢 是由我們的 把這個炒席 我們的超級 還有 他們把這個炒席呢 結成盾放的裙上 這個可以來打算 謝謝 歡迎大家 謝謝 對 好 我說的 我們在說一下 天以後 這奏 含款 啊 來報告 各位 我們在說說 呢 新麵仔 就立馬上海 大会广播 B118516的车主听到广播请移车 B118516 B118516 B118516的车主听到广播请你 帮忙移车 已经到了 8516 B118516的车主 麻烦你提供一下车辆 麻烦谢谢你 哇 这个生啊 不能为皇帝效命 那我死又有何惧 虽然我很负的金轮 但是我没有负负参生 所以呢 一气之下 我们的风葵呢 就碰这个龙柱啊 就非常的壮裂成神了 后来皇帝知道他自己错了 因为皇帝不可以与以貌取人 不可以与以貌取人 于是他为了弥补这段的过错 他就释放我们的中奎爷 成为中奎山的地质 驱魔大将军 是给他一把上方宝剑 可以唱腰除魔 那中奎先学 最疼爱的就是他的妹妹 所以在戏曲 中国戏曲的表演上 有一段 中奎嫁妹的故事 中奎 谢谢我们台北正清 天师钟馗镇 接下来 这是酒鬼啦 这个商城啊 钟馗爷也是非常的豪邑 所以呢 都会有酒鬼端着酒坛啊 这个陪伴的宣师钟馗来出循出征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实际 好的 他手持的是嘴头刀啊 这个是大招 这个鬼头刀啊 就是以前在斩犯人用的 这个叫鬼头刀 鬼头刀啊 这个只要是人间的恶鬼 反正看到斩犯人用的鬼头刀就必须要特地删除 哦 这个音乐乾坤弹鬼刀啊 哦 不要乱打啊 这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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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动的 这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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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待會我們的中陪爺會有這個煙火的特效 會有這個煙火特效 請注意按照 請注意按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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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